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AIT处长孙小雅 这个星期即将离任 而今天总统赖清德就亲自颁发 大售警星勋章 要感谢他为台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赖清德直呼 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 也希望孙小雅多多回来台湾 看好朋友吃美食 希望你能够常常回到台湾 看看好朋友 这支你喜欢吃的胡椒饼 AIT处长孙小雅 本周离任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 颁发大售警星勋章 不忘邀请老朋友 有空多多回来台湾 一旁的小美琴更感动事累 赖清德也是一属 孙小雅上任三年来 为台美关系所做的努力 政府已经受与台湾 前前后后15次的军购 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 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 我肯定是台湾的未来 和老朋友依依不舍道别 其实前一天晚上 副总统也特别出席 孙小雅任内 最后一次在台湾主持的 美国独立纪念日 周年庆祝酒会 开心举杯庆祝 孙小雅更秀了一段流利中文 给予扮演台美沟通桥梁的 萧美琴十足肯定 美国也相当赞争 您在热议复杂的 地缘政治主持下 所展现的稳定领导力 呼应主题跟大玩心战梗 也祝福两国关系日益茁壮 现场气氛活泼感性 看得出大家的好交情 赖销上任 台美关系也迈入历史新叶 记者黄洋月大台报道